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务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第七奖 有关于财务报表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经营状况 透过分析有关的财务报表 可协助经理人员或是投资者 对整个公司的经营状况 有进一步的认识 进而知道他们的影印状况如何 然后来做适当的决策 我们延续上一次所谈的 有关于如何对财务报表 进行分析的步骤以后 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到 利用五个武力来对于 财务报表进一步分析 从而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 首先我们来谈常债能力分析 所谓常债能力 它的比例是用来测量企业 能随时偿还债务的程度 以反映企业在每一单位期间内的 现金流入收入是否足以支应 该期间的现金支出 所以我们底下就针对一些常用的比例 我们来进行分析 首先第一个是流动比例 流动比例它一般的算法 适用流动负债除流动资产 或是我们说流动资产除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在正常情况下 包括有现金有价证件 印收账款跟存货 流动负债包括印负账款 短期印负票据 长期负债本期将到期的部分 还有印负所的税 及其他的印负费用 一般主要视为薪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比例主要在强调 就是说对你短期马上要付款的 你有多少可以马上变现的 变为现金的那些资产 他们可以应付的情况 我们把它称为流动比例 以台积电来看 同学可以看课本的 有劣势有关于台积电 他们的一些财务报表的资料 这里面有关于流动比例 是这样来算的 这流动比例是等于流动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这样算出来是2.52 也就是每一块流动负债 最短期要还款的 我们公司台积电 它有2.52元的流动资产 来作为偿户 一般当然这个比例如果越大 表示公司 它可以偿还短期负债能力越强 我们接下来谈速动比例 速动比例 其实它跟流动比例是类似的 分母都是流动负债 只不过分子 它把流动资产里面 比较不容易变现 或是变现当中会有 这个价值会产生 比较大变化的存货 还有义务费用的把它拿掉 我们现在来看速动比例 流动资产扣除存货 及义务费用后的遗耳 我们称为速动资产 它可以这个比例来了解 速动资产 以流动负债间的关系 我们又称为酸性测验 这个比例称为速动比例 我们来看台积电 有关于它在90年年底 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 流动资产扣掉存货 扣掉义务费用或义务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它结果是2.12 也就是说每一块钱的 短期的负债 台积电它拥有2.12元的 马上可以变现的那些资产 来做产户 那一般这个速动比例 至少要超过1 可见目前来看 台积电的速动比例 还算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利息保障倍数 利息保障倍数 它是用所得税 跟利息费用前存益 除以利息费用而产生的 那一般这个比例可以 简写为EBIT 它可以透过这个比例 来了解支付利息费用的倍数 那我们接下来看台积电 根据90年底 我们可以算出它的 利息保障倍数呢 是6.46倍 也就是说台积电 他们目前就以那个 税前存益 再加利息费用 除以利息费用呢 它将近有6倍之多 所以可见它的偿还能力 算不错的 那我们谈完了呢 偿占能力之后 我们接下来进一步来谈 财务结构方面 所谓财务结构 它是来了解 有关于公司的资产 多少从负债来的 多少从股东前义来的 我们接下来看 它的定义 财务结构比例呢 包括负债比例 及长期资金 占固定资产的比例 它可以用来衡量 企业财务结构 是不是见钱以回的指标 我们底下有几个比例 我们逐一来介绍 首先第一个是负债比例 负债比例呢 就是用负债总额 除以资产总额 它是用来测定 资产总额中 有多少是投入资本 多少系来自于几债 包括短期负债 跟长期负债 所以从这个比例 我们很清楚地了解 究竟公司的总资产当中 它的资金 筹筹用来购买这些资产 多少是从几债而来的 我们底下来看台积电 它根据90年 它算出来的负债比例 根据台积电90年底的负债比例呢 以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 是17.44% 表示每一块的资产 有0.1744元 是从几债来的 那除了这个负债比例 另外有一个呢 我们也是负债 不是除以总资产 而是负债对净值的比例 那根据台积电的资料 我们算出来负债总额 除以净值是21.12% 它表示每一块钱的净值 等于股东 它的拿出来的资本 相对有0.21 12元的是负债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资本结构 就是说 它的每一块的业主权益当中 那负债占有的是0.21元 另外呢 还有一个比例 我们叫长期资金 这样固定资产比例 这边是用长期资金 包括股东钱益净额 其长期负债 除以固定资产净额的 它用来观察股东 以债钱人投入之资金 用于固定资产后 还有以多少 可作为营运资金之用 从而可以知道 是我有以短期资金 支付固定资产的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台积电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们算出来的 有关于它的分子 是怀疑长期资金 然后分母是怀疑 投入固定资产 这样算出来是1.3976 表示说 每一块钱的固定资产 除了有1.396 来长期资金来应付 也就是说有0.39 可以作为短期 短期的一些资产的 一个融通的来源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好 我们刚刚谈完了财务结构 那我们接下来另外谈一个 经营能力的分析 那所谓经营能力分析呢 它是来衡量企业 应用某一资产 或某一群资产之影印绩效 主要包括 应收账款周转利 存货周转利 固定资产周转利 及总资产周转利 所以这个比例呢 是要来帮助大家 来知道 有关于它的资产的 使用效率 高或低 那我们首先来看 应收账款周转利 及平均的收限天数 应收账款周转利呢 是以消账收入 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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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食物上的企业的买卖 大部分呢 都不是以现金来买卖的 都是呢 12000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应收账款周转利 可以让我们了解 有关于公司呢 平均收款的多久 客户才还款给公司 那我们来看 根据台积电90年年初 假设它的应收账款 是27184 413 那我们接下来看 台积电90年之 应收账款周转利 根据消货金额 除以前年平均的 应收款项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5.79次 那也就是说 一年当中呢 你奢效出去 然后客户还款 然后在社交期再还款 平均一年呢 有5.79次 那一年有365天 所以我们平均呢 多少天以后 客户就会还款呢 那我们用接下来 收线天数是 一年365天 除以应收账款周转利 5.79 我们可以看出 平均呢 大概63天 客户呢 它就会还款 好 那我们谈完的 应收账款周转利之后 我们接下来 来看呢 另外一个 常常 也可以怀映它的 这个 资金应用的情况 那就是 存货周转利 存货周转利 及平均的 库存天数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先来定义 存货周转利呢 它是用销货成本 除以平均存货 用来衡量企业的销售能力 及产品的销售数力 也就是将存货 透过销货 转成应收账款的速度 那这个 存货周转利呢 它主要是看 从产品 这个留在公司生产完 然后一直到 卖出去 这当中呢 待在公司的 这个时间的长短 那我们来看 台积电呢 以90年年初 存货呢 如果是10967.967935 单位的话 那我们根据它的定义 它是等于销货成本 除以平均存货 我们可以得到呢 它是9.19次 也就是说 一年 所购货进来的 平均呢 大概一年下来呢 出去 再购货 那再出去 再购货 大概呢 一年有9.19次 那一年365天 除以9.19 平均呢 这个存货 待在公司的天数是 39.72天 所以我们知道呢 那这个究竟是不是 太长或太短 我想我们后面会提到 我们会跟同业 来比较 才会比较客观 另外呢 我们来看 第三种 有关于经营能力的比例 那就是呢 固定资产左转力 及总资产左转力 那它主要是以 销货进额 分别除以 平均固定资产进额 及平均 总资产进额 用来衡量 固定资产 或 总资产的 经营绩效 那我们知道 一个公司 总资产 或固定资产 它的 经营的 使用效率情况 那如果好的话 那我相信 这家公司就很有发展 所以呢 这两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 衡量它的 经营能力 好坏的 那我们以台积电呢 90年 它的资产后债表 根据它年初的 固定资产进额 及总资产 分别是 207 005 370 及340 97 458 我们分别 来求的 它的固定资产 周转力 一个是 0.6次 那另外一个呢 是 总资产 周转力 它呢 是 0.37次 所以 同样的 我们说 这究竟 好不好 还是仍然要以 同业 同业的平均 或是以同业前几名的 公司 来做比较 好 那我们分析了 经营能力以后 我们接下来分析 获利能力 什么叫获利能力呢 我们知道 企业经营的目的 在获取利润 所以管理人员 应该有能力 增加收入 降低销货成本 来为企业 获得较大的利益 那我们有几个比例 可以用来衡量 公司的获利能力情况 首先第一种是 资产报酬力 资产报酬力 是用来衡量 资产的应用效力 也就是美元资产 投资所能获得的利润 那资产报酬力 它主要是根据 税后损益 再加回税后利息费用 除以平均资产总额得 分子中 所以加回税后利息费用的用益 主要在消除 因资本结构不同 所造成的差异 我们知道很多公司 它可能因为融资不一样 有的负债融资比较高 有的负债融资比较低 所以你如果直接根据税后 储益 没有把利息费用 再加回来的时候 可能会因着融资 多寡而造成 这个比例没办法 很客观地来展现 我们以台积电的90年 它的资料 我们来算它的资产报酬力 是根据税后损益 再加上利息费用 乘上一减税利 除以平均资产总额 这个是4.71% 比方说每一块钱的资产总额 带给公司有0.047的报酬 当然 这个我们乍客好像很少 但是还是要跟同业比较 才能比较客观 第二个是股东 潜意报酬力 所谓股东 潜意报酬力 它是以税后损益 除以平均股东潜意进而得 可用以决定 股东对企业投资 所能获得的报酬 也是测定企业 以自有资金 从事营业活动所得的利润 那我们这边一样 根据台积电 90年的资产互债表 如果它年初的股东潜意进而是 261753 699 那我们可以算出 它的股东潜意报酬力 按照税后损益 除以平均股东潜意进而 它是5.37% 5.37% 那当然这个比例 这个纯粹就是说 股东它每块钱的投入 那公司带给它的收益呢 就是5.37% 那我想呢 那这个是好还不好 还是要跟同业来比较 那我们接下来看 纯粹 纯粹它是用来 这个决定企业经营的能力 也就是扣除一切货用 及缴税后 所胜以利润比例情况 那它就是税后存益 对销货金额的比例 所以这个纯粹来了解 平均每一块钱销售出去 究竟带给公司 多少的净收益 那我们如果以台积电呢 90年的存益来看 它是11.50% 就每卖一块钱 它大概公司有0.15元的 这个收益 基本上呢 这还算是不错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到来继续 我们接下来另外来看一个比例 叫做美股盈盈 那美股盈盈呢 它是用税后存益 扣除特别股股利后 除以企业流通在外 加钱平均普通股数 那它可以用来显示 美股股东在每一期 可分配到之税后存益 那基本上这个比例呢 这个美股营直接可以看出 究竟公司它带给股东 它美股所带给它的收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台积电90年的财报资料 那如果台积电90年流通在外的 加钱平均普通股数是 16832 554股的话 假使它没有特别股股力 我们这样一算 以税后存益扣掉特别股力 除以加钱平均普通股数 那一股是0.83 0.83 那0.83甚至一块都还不到 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要跟同学说 这个美股营的高低 还是要以同业来比较 那我们接下来分析第五个 构面是市场价值比例 那所谓市场价值比例呢 它是以美股市价 来说明企业的盈基效 其中最重要的指标 包括本益比股利收益率 及市价对账面的价值比等 我们首先来看本益比 本益比是表示 每股价格对每股营益的比例 那就以台积电 以90年来看 它每股价格除以每股的 这个云益 将近是46.60倍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以台积电来看呢 它告诉我们 如果每股普通股市价 是38.67 这基本益比是46.6 它也告诉我们 如果台积电的公司 每股所分配的 要达到一块盈盈的话 相对的就必须付出46.60年的代价 所以本益比本身 它是一个投资成本的概念 当本益比越大 那表投资以该股票上的成本越高 也就以我们刚刚所提的 它的本益比是46.6 那因为它分母是每股盈 所以相对的 当你要得到一块盈盈的时候 你那个价格你要付出46.6 那大概基本上 为什么说本益比越高 相对的同样获得一块盈盈 它要付上的成本越大 那我们接下来看 股利收益率 股利收益率呢 它是来衡量股票投资报酬中 属于收益所得的部分 也就是当期每股股利 除以每股市价而得 所以我们现在以台积电 在90年之股利收益率 它的每股股利是零 它没有花任何股利 除以它的市价38.67 所以它是零 那当然这意味着台积电 在这那一年度 它没有花任何股利 然而这代表什么呢 那代表它未来 如果企业未来 有足够成长空间 它必要产生 大量的资金需求的话 它可能会保留 大部分的盈盈 工作再投资使用 因而股利的发望额 可能很少 那台积电它就是这种case 它没有花任何股利 因为它益起未来 它有很多的一个 可以投资的机会 所以它先不放股利 而把它的盈盈 都作为保留在公司 以便将来可以作为 这个投资用的资金 那我们接下来看 另外一个比例是 市价对账面价值比 这个比例是股票市价 对面值的比例 既有较高的市价 对账面价值比例 表示公司的表现较好 那这是因为 分子是涵盖着 投资者对公司 它的未来的发展 还有它的经营能力 所给予的一个价格 所以如果说这个比例越高 表示投资者对公司 意义的它的表现会看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台积电 它在90年的市价 对账面价值比例 算出来是2.35 那从这个账面价值 从2.35我们可以来看 那表示它目前的市价 已经达到账面价值2.35倍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够好呢 还是要跟同一比较 那由于账面价值代表 股东投资的历史成本 而市价表示 企业在影音上 得到的综合评价 因此市价对账面价值 比高于一时 表示市价一大于账面价值 所以企业得到的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正面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 比较分析与气势分析 我们谈完了这个武力之后 有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比较 那什么叫比较分析呢 是指将个别公司的 各项财务比例 以同业的水准做比较 以了解个别公司的 各项财务比例的表现好化 那气势分析呢 是分析公司财务比例 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并可作为 预测未来表现的参考 所以比较分析是针对 公司跟同业的 那气势分析是针对 同一公司在不同期间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 它有关于在各年呢 跟产业呢 在这个潜移报酬率的 比较情况 我们可以从图来看 台积电平均都表现 比产业平均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杜邦分析 那杜邦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呢 以探讨四项重要的 财务比例之间的关系 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呢 做简单的解论 那这里面呢 我们以台积电公司 来作为例子 我们来看 这里面首先 它我们了解资产报酬率呢 它是由税后存益 除以呢 总资产金额 这可以分成两个比例 一个是存益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 接下来另外一个比例 是股东潜移报酬率 那股东潜移报酬率 它是等于资产报酬率 乘上股东潜移乘数 所以把刚刚的资产报酬率 它是由存益率 跟总资产周转率而来的 然后我们再乘上的 股东潜移乘数 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 股东潜移报酬呢 可以是由存益率 总资产周转率 跟股东潜移乘数而得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说的 杜邦分析 它这个等式 它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个杜邦等式当中呢 它告诉我们股东潜移报酬啊 它是等于存益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乘以股东潜移乘数 那从这个股东潜移报酬率 把它分成三项 它对于在公司的关系上 是很有帮助的 其中第一项存益率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费用控制越好 那存益率就越高 然后呢 如果资产的经营效率也好 它的总资产 这个周转率就会越高 那从而如果适当的应用 挤债 使它的股东潜移层数 也越高的话 那这样股东潜移的 报酬率就会越高 也就是股东财务就会越高 那另外呢 我们在分析财务报表的时候呢 有一些要注意 比如说 不同的快捷处理方式 穿市效果 那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这一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